而且打到短程的一雷暗打的話 也不用擔心說對方長存本雷 那今天呢 他當然是打到好的四棒打者 長達率也高達了0點 這個球漏掉了 他就把他打下去了 哎唷 漂亮壞 這個球勾回來 但是被二雷收給攔住 有打者遭到人的被壓住 三 這個球又形成一個穿越的安打 連續的兩支安打 馬上回進兩支一兩安打 這個時候在古堡又交戰點 這個頭的也比較甜 縮的時候加快他揮棒的一個速度 這個時候在 就是普門對古堡 當時還是有普門之後 102全年度之後 再一次的一個 引證的部分是沒有衛冕成功 但也闖進了四強 最後獲得第三 這個球打到左半邊 哎唷 還好還是有盡無限 三兩安打帶兩個打點 這個球打到外野 基本上應該 以岳振華的速度應該會拚 這個球傳得也不錯 來看一下 一個彈跳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他是往斜前方